大家好,我现在手上的就是全新的2024款谷歌电视盒子 Google TV Streamer 4K 那在这台盒子两个月前发布的时候 我们就已经出过视频和大家详细的介绍分享过了 今天呢,我们终于拿到了真机啊 下面我们来和大家开箱分享一下 在开箱之前呢,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盒子的外包装啊 就有点皱皱的别别的啊 那也说明这台盒子在飘洋过海的途中呢 确实也很辛苦,一路很不容易啊 到达我们的手中 但是呢,我还是要吐槽一下这个全新的Google TV的包装啊 大家看一下,这个感觉就很,很low啊 我感觉,大家可以看一下我左手边啊 左手这个,这是谷歌四年前发布的Google TV的盒子 这个盒子在我家里已经放了有三年了 依然感觉很有质感,外包装的很好 但是你看全新的这个,就很差 好,那我们来看一下啊,这个盒子的正面 好,我们再来看一下它的背面 首先名称呢,Google TV Streamer 4K with Voice Remote 这一代的存储呢,终于升级到了32GB啊 相比于上一代的8GB存储呢 那32GB可以让我们安装更多的电视应用 然后呢,我们来看下面的这些信息啊 杜比Otmos,杜比全景声,杜比Vision,杜比世界 然后Google TV, HDMI, HD, HDR 4K 然后也支持Chromecast,还支持Matter,Thread等这些协议啊 好,这些是背面的信息 那我们来赶紧开箱啊 好,撕开了 好,我们来看一下啊 这个是Google TV Streamer的说明书啊 这个说明书呢,属于不看系列的 那我们就不看了 然后呢,这个是一根电源线啊 大家看一下这个电源线呢 还是很长的啊 很长的一根电源线 那么这个是USB A口 转USB C口的电源线 看一下A口,C口 OK,这个是电源线 然后呢,这个是电源适配器啊 插在这个A口上面的 这个电源适配器呢 因为我买的是美版的Google TV 所以呢,这个电源适配器回来呢 直接可以用的 这个电源适配器只有5V 1.5A OK 然后呢,我们来看一下这个遥控器啊 遥控器呢 跟我们之前介绍的一样啊 确实变长了 整体外观啊 手感形状没有变化 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个遥控器啊 那首先呢 上下左右按键 然后返回键 这个是主页 也就是小房子键 这个呢 是谷歌语音助理按键 静音按键啊 音量的加减键 那之前上一代的音量加减键 在这个地方啊 现在给它挪到这里了 所以呢,整体变长了 YouTube一键直达 Netflix一键直达按钮 然后关机键 这个信号呢 就是自定义按键啊 你可以自定任意一个电视应用 用这个来打开 那么我们来和上一代的这个遥控器 对比一下 大家看一下啊 确实呢 长了一些 按键上面呢 有一些小的变化 主要的按键 你像这个流媒体按键 就没有变化啊 都一样的 好 背部呢 都差不多啊 颜色大家看一下 好像稍稍有一点点区别啊 就新款的感觉有一点点 就是暖色 老款的是冷色 说实话 我更喜欢老款的颜色 好 那这个是遥控器的对比 然后呢 他还给送了两节7号电池啊 谷歌的电视盒子 都是有送电池的 这个电池呢 我们就不拆了 一会把它装到遥控器里面用 那最后呢 来看一下我们今天的主角啊 就是这个 Google TV Streamer 4K本体啊 那之前我说过啊 就是长得像一个药丸的形状 那也确实是一个药丸的形状 呃 拿在手上呢 比我想象的重量要稍微重一点点啊 那我们来称一下它的重量啊 好 大家可以看到啊 这个盒子的重量是160克啊 OK 那我们继续来看这个盒子的本体啊 那这个盒子的表面呢 摸起来还是比较光滑的啊 非常的光滑 周边呢 就是这种很圆润的感觉啊 很润很圆 OK 呃 然后呢 看一下它的侧边啊 它的侧面呢 是这种斜的 大家有没有觉得这个看起来像一个观众席啊 大家去看什么演唱会啊 看球赛啊 前面的观众比较低 做的比较低 后面的做的比较高 哎 这种感觉 像不像 OK 这个盒子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它的这个接口啊 在后方的这个接口 首先呢 这个按钮啊 这个是用来查找遥控器的 就是呃 之前我们介绍过啊 如果你的遥控器找不到的话 按这个 遥控器就会发出滴滴滴的这个声音 然后呢 这个是电源口啊 这个C口是电源口 呃 同时呢 据介绍的它也是一个数据传输口 呃 所以呢 最好插着有限用 然后这个是HDMI接口啊 用来连接你的显示器或者说电视机 好 那这个就是给大家介绍的全新的Google TV Streamer 4K啊 这个盒子 它整体的外观呢 我觉得没有很惊艳 但是呢 也还可以啊 还可以 然后我们可以和上一代的这个Google TV 从Cast来对比一下 上一代呢 是属于这种电视棒的形态啊 基本上就只有一个HDMI线 然后插到你的显示器或者电视机上 那这一代呢 就是可以说是一个成了一个电视盒子了啊 接口变丰富了 但是我个人还是更喜欢这个设计 更好看一点 好 大家可以对比一下 看一下 那在之前介绍的视频里面呢 因为那个时候我们还不清楚这个全新的 Google TV Streamer 4K的处理器啊 现在呢 我要告诉大家就是 它的处理器是联发科啊 也就是MTK的MT8696处理器 这个处理器呢 并不是一个很新的处理器啊 因为2021款的Fire TV Stick 4K Max 就用的是这款处理器 下面我们来体验测试一下 Google TV Streamer 4K 它支持CC功能 我们使用一个遥控器 就可以控制盒子和电视了 分辨率最高支持4K60帧 视频格式支持 杜比世界 HDR10 HDR10 Plus HLG等格式 音频支持 杜比数字 杜比数字 Plus 以及杜比全景声 DTS等等这些 当然了 以上这些呢 也取决于你的电视 或显示设备也支持 那当前盒子的系统呢 为安卓14操作系统 实际可用存储空间为26GB 在查找我的遥控器功能 默认是开启的 当然你也可以手动去关闭 对于经常丢遥控器的朋友来说 还是一个蛮实用的功能 在AIDA64下 我们可以看到当前盒子的硬件平台 MT8696 内存4GB 内部存储24GB 以及处理器架构等信息 大家可以了解一下 关于编码器这一项呢 带有audio的就是支持的音频编码 带有video的就是支持的视频编码 我从顶部拉下来啊 感兴趣的朋友 你可以暂停自己了解一下 然后呢 我们进行网速测试啊 这个盒子呢 它最高支持的是WiFi5啊 可以看到呢 它最高可以跑到 大概368MB左右啊 虽然是WiFi5 但也不是不能用啊 看流媒体是肯定够了 然后呢 我们用有线网口来进行测速 有线网口呢 它本身是千兆网口 可以看到啊 跑到了586MB啊 接近600MB的一个水平 所以说追求稳定 高网速的话 还得是插上有线啊 那流媒体测试 Netflix观看高清4K影片 并且呢 支持杜比世界和杜比全景声 Disney Plus呢 支持IMAX 4K超高清 以及呢 支持杜比世界和杜比全景声 在观看YouTube呢 支持观看4K HDR影片 在详细信息统计里面呢 我们可以看到 是正常解码AVE视频的 不过奇怪的是 在安装当倍市场的时候呢 是无法正常安装的啊 显示不兼容 不过呢 可以通过Downloader的网页访问 当倍市场 然后呢 下载应用也是可以的 游戏方面 简单的试玩了 狂野飙车8 并没有感觉到卡顿的现象 还是能带得动的 另外呢 用遥控器可以玩玩 Google Play商店里面的小游戏啊 也是挺欢乐的 那我们也使用了3D Max 来进行基准测试 Slim Shot 总体分数呢 638分 而之前我们测试过的 ON4K Pro为590分啊 那对比下来呢 Google TV Streamer 还是要稍微强一些的 关于作为智能家居中心这一块呢 我们是没有这个测试环境的啊 这个功能呢 应该是更适合海外的谷歌智能家居用户使用了 另外呢 在Google TV Streamer 刚发布的时候呢 我们就出了视频 当时呢 有分享到 这个盒子呢 它是有支持Thread协议的 也许是可以作为旁路由来使用的啊 但是呢 实际是需要有相关应用支持的 目前呢 我并没有发现有支持的应用啊 那这方面呢 Apple TV平台的应用呢 可真是遥遥领先 总结下来呢 就是在安卓盒子阵营里面 全新的Google TV Streamer 4K 它的各项体验呢 都还不错啊 我自己使用呢 我也觉得很流畅啊 用起来呢 也挺好的 那外观设计呢 也算得上比较有特色 绝对算是一款合格的流媒体盒子了 但是呢 它的配置呢 也仅仅是很普通的升级 并且99美金的价格 对我来说 或者说对很多人来说是毫无吸引力的 那要知道上一代的价格也才49美金啊 相比下来呢 我们之前分享过的沃尔玛的ON4K Pro盒子 就非常具有性价比了 它同样也搭载了Google TV系统 虽然硬件配置稍微弱了Google TV Streamer 4K一丢丢啊 但是实际使用的区别呢 我感觉是没啥的 功能上呢 ON4K还支持语音唤醒功能 重点呢 它的价格也只需要Google TV Streamer 4K的一半啊 非常的不错 所以呢 我个人的观点就是 如果你打心底力喜欢Google TV Streamer 4K 且不在乎它的价格 那么你完全可以购买它 否则的话 我个人是并不推荐的 因为它毫无性价比可言 当然了 你也可以在评论区留下你的观点 好了 以上就是本期的全部内容 别忘了点赞评论 分享我们的频道 也欢迎大家在评论区友好的交流 那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评论